哈囉 大家好 我是虹瑞 那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這個 牧場模擬器啊 來 觀眾 我們上次呢 不就是 前往遠處找了獵人 然後 解了一些任務嗎 我私下啊 終於是把那個 狩獵任務解完了 就是 跟之前一樣啊 採雞蛋 然後 打獵什麼的 哇 真的是過了好幾天耶 不知道有沒有5天耶 我們現在是第16天喔 總之 花了一點時間把數了 動物都殺了差不多了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來 獸個雞蛋 是嗎 欸 這邊有一顆這個 獸精卵啊 我們就拿著 然後小心一下 裡面那隻母雞 這個每次都要小心 你知道嗎 就很煩 你懂嗎 非常可怕耶 你就乖 先暫時在上面啦 我把蛋放進去 然後 快點快點快點 總之先不要管他了啦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先來去還個任務好了好不好 畢竟我記得我們只要還完這個任務之後 就可以拿掉一把新槍啊 新槍應該會蠻強的吧 我們來試試看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總算到了啊 看一下我們獵人 給的槍到底有多強啊 還個任務 喔 狗我現在拿到來福槍了 然後他現在又叫我去狩獵了 這個就 算了 先不重要 這不重要啊 我要先 哇 獵槍長這樣子 好像挺酷的耶 我猜應該就是傷害比較高吧 然後 其他部分可能差不多啦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射程會比較遠吧 欸 等一下 回到家而已馬上就看到有怪了 不是怪 我講的 有動物了耶 我馬上拿來福槍試試看 我目前有100顆子彈喔 然後來福槍裝子彈比較快 就是他是一顆一顆裝的喔 跟左輪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站在這個位置試試看 嘻嘻 哇喔 好像有點 有點東西耶 一槍倒 而且打超級遠耶 你們有看到嗎 還不錯啊 這個有升級以後就是不一樣 趕快把它剝皮一下 有賺錢喔 各位 然後今天的話呢 我打算要來個大改造啊 各位 我們先把這個雞蛋籃拿過來一下 因為我私下其實有 不斷的在農錢嘛 我現在其實錢已經有了1200多 但是1200多 其實好像還沒有辦法 做太多的事情 所以說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賺錢方法之類的 目前啊 我能夠最快速拿到一筆資金的方法呢 好像就是 解我們左邊那個古老寶藏的這個任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任務 獎勵多少 總共有2500塊啊 他好像會藏在一個 奇怪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 呃 我個人認為他是任務裡面 比較不有趣的 就單純找東西嘛 而且沒有提示 所以說我特別去找了 一些攻略看這三個東西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東西 好像是在加油站附近 欸走開啊 這不是加油站嗎 地圖在這邊 然後好像是在 上面的山坡上吧 我們開上去看一下 喔 是這個嗎 這裡有個箱子耶 有欸 他就長這樣子喔 這就是一個箱子是不是 欸說真的根本就不會有人 沒事來這邊吧 這邊超級偏僻耶 是不是不知道能不能把這些金杯 單獨拿去賣掉 我們等等也順便去看一下好了 總是先把這個金杯放著 然後馬上來去下一個地方 下個地方的話就更遠了 在上面這邊喔 超級偏僻的地方 我自己也蠻好奇湖周圍 就是繞著湖的話 能不能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因為這遊戲其實 東西感覺上沒有到特別多 可以探索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有東西的話 應該就湖周圍啦 應該會有個 一點東西吧 我也不知道 喔 不過我目前是看到這邊還有另一個 這個 這個 房子耶 這邊裡面還有一頭鹿耶 等一下 這邊養的是嗎 可以送嗎 他跑了 欸這邊有個MPC耶 看一下看一下 哇他其實也有那個 任務可以解耶 凡人狐狸早餐清潔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喔其實我也可以幫他 就是解一些有的沒的耶 不過這個等我再說啦好不好 因為這下的任務 感覺都是很平常的那種 無聊任務耶 而且錢應該也不會到太多 總之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沿著這條道路啦好不好 開到最底部的地方 繞著湖走 這有一個湖嗎對不對 應該是沿著這條路 喔到底有個奇怪的白色的東西 那不知道什麼 我們來去看一下 喔這邊是露營車喔 露營地的感覺是不是 雖然這邊是露營地的 但感覺就是有夠冷冰冰的 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欸這邊可以睡覺啊 原來 原來不只有我家可以睡覺 欸啊然後東西會是哪裡啊 上面嗎 我們是要爬上去啊 好像是 呃不是這裡 好像過頭 不是啦這個設計不是很好啊 我會不知道東西在哪啊 還是這上面啊 我看攻略顯示是在這上面 然後應該也會有個箱子才對 欸 喔各位我找到了好扯喔 他超不明顯他就長這樣子欸 哇靠 在那邊找超久 我昨天找到 這破比手 浪費我的時間 哈哈 喔天啊 欸他他還有保護設理 你知道嗎 OK啦那最後就是 在更遠的地方 好像是這個雪山這邊吧 對面這邊 我連要怎麼上去都不知道 總之 呃現在也有點晚了啦 我覺得我把這些東西呢 去賣一賣 先回家好了 畢竟晚上的話 就更難找啊 早上都很難找了 更好晚上 反正回來後也不用講嘛 就撿撿雞蛋啊 快樂撿蛋時光 這每一顆蛋都是我的血和錢 你懂嗎 非常重要 忙完一天之後 我們就來去啦 睡覺啦 明天應該就可以把 最後的東西找完了 看對不對 總之來我們繼續出發 然後就是順便啦 來賣個東西 看一下聖杯那些 能不能賣 果然不行啊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蛋和野味很多 我們都賣掉 而且我現在裡面的雞 已經一天能產15個蛋了 代表我裡面有15隻母雞 好爽 來我們接著繼續 尋找我們最後一個神器 最後一個是這個頭盔 只是那邊要怎麼上去啊 應該 應該只能爬上了 沒啥好說 而且重點是他還在那種 地圖外的地方就很煩 就是正常道路上不去 感覺我只能慢慢爬上去 哇各位看一下我目前在這邊 這邊真的有個隱藏道路 它顏色的確有 不太一樣 代表這邊真的是可以走的 我天哪 這正常的誰會知道這麽可以走啊 我們還要從這邊走上去耶 等一下等一下這邊又是哪裡 呃呃呃我們可以開到地圖外嗎 看一下 哇靠 我已經到地圖邊界了你知道嗎 這也是地圖邊界耶 我已經走出地圖外了耶 這地圖設計沒問題嗎 我看到這邊有個箱子耶 裡面可能有藏一個好康的 對不對 來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呢 呃 喔頭盔耶好扯喔 我找到頭盔了 哈哈哈哈 OK啊 就在這邊而已是不是 走到這塊地圖外了 來啦來啦 老哥我現在帶了三個神器給你啊 把你的錢吐出來就行了OK嗎 來 來吧 NICE 2500啊 哇各位 我們現在直接從1000多塊變成4000塊 我現在已經算是半個富翁了吧 我們現在有了這麽多錢 應該是可以回去 養豬了對不對 我們可以養更多的動物了 那總之在我們養豬之前其實 當然啦我們還是有那個 冬霄先建造嘛對不對 首先養豬的話我們應該就會需要蓋這個 蒼篷啦你們懂啊 蒼篷應該就是類似養豬的那種豬卷 我猜測是這樣子啦 然後除了蒼篷之外呢 其實啦有兩個東西我更想先做 那兩個東西呢就是 就是之前講過糧倉以及這個風車啊 只要我蓋了這兩個東西之後有沒有 我就可以不用再補水以及補糧食了 它會自動幫我補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兩個應該是 會讓我們更舒適的東西啊 比我們養豬更舒適好不好 所以風車和糧倉我們就先 先想辦法看一下 金屬總共會需要多少啊 275個水泥50個 可以的 我這邊有多少金屬呢 15個 然後水泥就不用講 水泥只有30個 不過我們有4000塊應該是購買的吧對不對 我們今天 進度終於要大躍進了嗎 畢竟之前就是一直在想說美一錢 今天我的進度要大躍進了各位 總之我們現在就來去一趟五金行啊 欸你會不會開車啊滾啊 來來來來看一下 金屬版喔好貴喔 我這樣會需要買 好了我們其實也可以多買一點 我們就一口心買 200 哇就2000欸天啊 2000 我光 幹那兩隻要花2000塊 我發覺我們是不是應該先養豬了 但是不行為了我們的自動花 這2000塊我們是一定要花的 然後就是木板了 啊不是木板水泥 水泥 好啦水泥很便宜 我們直接買一個水泥 這樣子2250嘛對不對 接著我們應該就可以先 先回去了 先花這樣的錢應該是OK的 OK啦那我們材料都運回來之後 現在馬上就來 建造吧這個糧倉 糧倉要蓋哪比較好啊 應該也是隨便蓋就行了吧 我就蓋在這裡 他說他沒有顯示範圍 喔 哇這範圍好小喔各位 他範圍就這樣子而已欸 那我可能不能蓋在這裡 我先把它取消一下 就可能差不多這裡有沒有 偏...呃靠近森林 這樣子我的區域剛好可以蓋到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很精打細算很精打細算 然後也不會碰到房子 這個是完美利用空間 再來就是風車了 這個也是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放在... 就類似的地方啊這裡 我來看一下 好像都可以耶 這好像不錯喔這兩個 不錯不錯 太期待了這兩個東西蓋起來我跟你講 絕對完美 建築物啊建築物 全部都給它塞進去就對了 欸不對欸各位 我發現我的金屬不夠欸 我自己算錯了欸 我自己算錯了欸 哎呀怎麼這樣子算錯了 不過我的這個糧倉倒是好 糧倉裡面可以放這個 200食物 我們其實可以先把這個 小麥先全部丟進去 應該是這樣子吧 有沒有...喔 什麼意思 等一下我...為什麼我忽然有那麼多食物 等一下 什麼意思啊 按住R在餵食器中裝滿食物 喔...喔...它這個是自動補食物 我可以花錢自動補食物是嗎 我剛剛花200塊是嗎 等一下 好像是欸 那...那我是...這幾袋小麥怎麼辦 OK 那水呢水呢 那水水我還需要金屬 還是要再去買啊 那一下我們再去買一下 今天一定要把這兩個東西都蓋出來 蓋出來 OK想這樣子 哇...我們這個終於 終於蓋好了這個風車 裝滿所有網 哇...欸等一下 我發現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偷看一下這邊 你們有注意到一個東西嗎 那就是... 我覺得我這個水井可以拆了啦 因為這個水井已經沒有用了 哈哈... 我發現有這個風車完全可以取代這個水井耶 材料還我 它還有還我石的水泥耶 還行啊 欸太扯了吧 這東西直接... 點了一下全賣耶 然後食物草 我雖然要自己買食物啦 但是... 也是滿爽的 太誇張了吧各位 太誇張了吧 OK啊... OK啊...那我們就先睡覺啊 最後... 我說今天要養小豬 我們就是要來養小豬啦 好不好 雖然我現在錢只剩一千左右 但沒有關係好不好 沒有關係 總之呢... 我們現在就先想辦法把這個... 觸棚打造出來好了 呃...不是觸棚... 它總共會需要三個部分喔 就是一堆木板吧 嗯... 感覺好像不難耶 總之... 來吧 我們先把那個蒼篷... 蓋出來 哇... 它蒼篷就長這樣子耶 等等等... 我先那個確認一下這個... 可見區域啊 我要決定一下 要蓋在哪比較 因為... 畢竟... 畢竟不能離這個地方太遠嘛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應該太遠就很麻煩 總之... 這個東西到底該怎麼看比較好啊 它這個是真的有一點大耶 我們該這樣子嗎 這樣看嗎 然後... 我要把它們接起來是不是 中間... 喔...它中間可以一直接是嗎 對對對... 它中... 它為什麼要拆三個 就是因為它可以一直接 呃... 我想一下 我們一開始蒼篷有需要蓋這麼大嗎 應該... 一般大小就行了吧 我覺得我們前期... 才藥太少就... 就... 就這樣就行了好不好 呵呵... 畢竟我們一開始... 蓋太大結果... 養沒多少動物 也沒什麼意義嘛 對不對 來... 總之我現在先把這個木板全部擦一擦 看一下能... 能蓋多少啊 哇...它這個蒼篷是一個一個蓋的耶 那我感覺我要蓋很久了 對我的木板絕對不夠多啊 你們就看我在這邊慢慢蓋有沒有 呵...一根一根的放耶 我的天啊 嘿嘿嘿... 嘿... 最後一個... 哇...各位我們... 房子... 這個就是觸棚是不是 我們觸棚蓋好了耶 然後接著... 好像還有門要蓋啦 其實還沒完 雖然說... 沒有門好像也沒差是不是 門的話其實會需要金屬耶 可是我現在根本就沒有金屬 我就覺得沒有門好像也沒差啦 只是... 這種地方真的是拿養豬的嗎 欸不對沒有門好像不能養豬耶 我...我們什麼都可以替代的 倉鵬隔間是什麼 哇...這裡面還需要蓋隔間喔 而且這種倉鵬隔間 只有中間的地方可以放耶各位 就像這種地方才可以放耶 這倉鵬不是很好用的東西耶 喔...好啦...我們那個... 先把大門蓋一蓋啦好不好 沒辦法啊 大門會需要三個金屬嗎 然後... 側面再兩個小門嗎 這個東西沒辦法克制化 應該說就是沒辦法我自己設計耶 比較討厭一點 總之我現在還缺五個金屬和一些木板 那我們就再來去買一下那個... 金屬好了 畢竟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錢蓋那個隔間阿 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情就很少 就是只能先趕快把一個房子蓋出來養豬阿 不過我感覺... 與其蓋觸棚 不如直接蓋那種... 柵欄圍一圍 然後直接養豬是不是最快阿 雖然說比較養豬阿 但應該也可以的吧 這遊戲應該還是有一點那個...自由度的 我感覺我剛剛那個想法可能比較好一點 總之來啦 我們現在... 再去一趟... 金屬店阿 順便把我們剩下這些肉賣一賣 來啦 買這個十個金屬板 不要花太多我們小花就好 來來來來來來來 Oh yeah 各位 我發現這個東西是可以上下開的耶 好爽喔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倉鵬 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特別的... 有趣阿各位 哈哈 那總之接著我們就可以在裡面... 養豬了對不對 欸就是說... 這個裡面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是不是也需要... 我不知道阿 是不是... 可以鋪個地板什麼的阿 有這種東西嗎 鋪地板 我現在是不是錢錢太多 或時間太多 欸我發現這個東西是有地基的耶 不過這個應該跟... 我現在蓋的東西... 沒什麼觀點性吧 我也不知道 感覺那是用來蓋溫室的阿 溫室就是可以來種小型田地的 不過那個之後再說 那接著我們... 樹棚都蓋好了其實... 還有個東西要做阿 那就是飼料盆什麼的要先蓋好 不然的話沒辦法自動餵死嘛對不對 所以說來吧 我們這個水槽直接蓋一個大的 水槽蓋一個大的在這邊 欸不要好了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隨便啦 然後再放一個這個食物槽 哇這個好大喔 這兩個東西超級大的耶 接著呢就是... 來啦再加把星 繼續砍柴阿不然呢 先把那個蓋好再說 好的花了一點時間 總算阿 欸... 欸我發現一件事情耶 它這個風車好像是可以一瞬間... 就是我不用手動點 它好像也會自動裝滿水之類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總之我先把那個... 食物盆也做完看看 欸有耶 哇這個東西看起來像... 像糞耶 這是... 這個是我的問題嗎 有沒有有沒有 它一口氣消耗蠻多的 喔 很不錯喔 不過不管怎麼樣阿 那個... 這個小麥我們也拿進去好了 畢竟這也是我花30塊買的阿 這些傻地板上 接著我們今天感覺 就可以去牽小豬回家了耶各位 很不錯喔 總之我先把那個... 這邊的門全部都... 關起來看看 這個也是 關關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 雞蛋收一收 接著我們就可以來去... 接小豬回家了喔 各位想想就覺得興奮對不對 我也這麼覺得 來來來來來 馬上就可以牽小豬仔回家了 偷偷看一下小豬仔多貴阿 喔它到底不是小豬仔 它是一口氣買大豬耶 總之大豬... 公豬300 母豬也是300 我目前有1189 基本上我只能買 各買一頭阿 怎麼會這樣子阿 一公一母各買一頭 也行啦600塊可以啦 然後我發現如果要把它們載來吃 好像還會需要用什麼... 絞肉雞和灌腸雞吃嗎 真的是有夠貴的耶 不過我目前也只有這兩隻豬喔 我應該也不會把它們宰掉 總之先把它們買回家啦好不好 一公一母 只今後 今後我們的養豬大戶 就靠這兩隻 種豬來幫我們培育啦 可以使用車輛運送動物 有需要嗎 這豬感覺沒有很大阿 不過如果是更大隻 比如說牛什麼的 可能 就會需要買那種 拖...就是拉車之類的東西了吧 欸等一下 什麼東西 我要先將車輛卸載 等一下你不要跑 什麼意思 我要先把這個拿下來阿 運送動物 什麼意思阿 什麼叫請將車輛卸載 才能裝入大型洞 我這麼明明就有卸載 我到底要卸載是嗎 你告訴我 我車上沒有什麼東西阿 欸可以耶 我把這個油... 油罐拔下來 可以把它塞上車耶 蛤 所以其實是OK的是不是 你過來你過來 應該可以殺兩隻阿 照理來講 喔可以耶 所以真的是這個 垃圾油桶的關係 喔 把兩隻豬載回家 算喔 小豬裡面 坐穩阿 我們這個車非常的 可怕 當然絕對不會有 生命安全的疑慮好不好 不用擔心 你們唯一有生命安全疑慮 就是我 租產的夠多的時候 你們才會有問題 好不好 來 欸 你們兩隻 欸你們要去哪 跟我走 跟我走 你們要去哪 給我過來 我跟你講 你們從今天開始 就要住在這個豬圈裡面了 OK嗎 懂嗎 很棒 你也是 你就過來 然後我們趕快把門關起來 WOW 太開心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來去睡覺了 總說我們 養豬應該是還挺簡單的吧 對不對 基本上應該只需要 我在這邊掛機 然後過一段時間 他們就會 慘下小豬仔了吧 我自己是不知道 會以什麼形式慘出啦 但應該跟我講了 就不會差太遠 反正我就私下再 掛機一段時間啦 基本上現在應該做 真的可以存掛機的吧 對不對 畢竟我現在 基本上 我只要不要太離譜的話 就是太久沒來 補這個 食物什麼的 他們應該是 都不會餓死 然後我們這邊 就是 資源就可以 越儲越多 然後 下一次 進來看 應該 就會有滿滿的小豬仔了吧 會不會 不知道 那總之我覺得我們今天這集 差不多就到這裡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點喜歡 那我們今天可以給留言 下方告訴我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